有些業者真是可惡 台北市政府點出某些業者看準長輩不方便讀定型化契約 利用話術誘惑長者簽名 實際上卻有許多條款項目不清不楚 有介於高齡消費者常因為資訊不明而遭遇消費增益案件 又不知向誰求助 市府特別提供方便高齡消費者諮詢的管道 以及深屬關懷的服務 高齡消費環境的保護 它的安全跟進食是我們的要求 但是它只是整體對整體社會重陽靜老 它不是一天的活動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市政府不只在社區醫療的深入 對長者行動不便的這樣的一個關懷造作 現在社會局也大力的提供在推廣老人共產 昨天各位也可以看到 市政府也在積極推動以防養老 這樣的一個情形都希望就是說 台北市能夠真正打造一個重陽靜老的一個環境 此外市府衛生局也針對市售老人營養食品來做查核 檢驗結果全數符合規定 而根據老人福利法大眾運輸的老人票價也幾乎都有給予半價優惠 許多康樂場所也針對老人有優惠的措施 主的部分我們也就老人安養跟長期照護機構來進行查核 來查核他們實際跟消費者簽的定性化契約 有沒有符合內政部所公布的安養長期照護 定性化契約因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同時也查核他們的公共安全 消防設施工作人員經用 醫護服務等等的這個項目 在做的方面老人安養長期機構的這個查核 我們選定了35家進行查核 在這個公共安全跟消防設施 這35家都是合格的 但是他們簽訂的定性化契約部分 只有14家合格 不合格率高拔6成 那經過社會學的輔導 都已經改善完成 至於老人安養及長期照顧機構查核的部分 部分業者也在定性化契約上少有缺失 例如未清楚說明住房面積等等 不過也都限期改善完成 台北市政府希望藉由這些福利措施 幫助老人安養晚年 也同時受到敬重 感受到友善安心的環境 記者溫君採訪報導